Leo 了世紀 天天的不清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上寶加利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哈拉克地圖 好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9點鐘方向的法蘭克人 是Licha 也是Hera 這就是我們熟知的世界冠軍 他最近有改名 那他這個法蘭克人呢 特色是柴果之塊 還有免費的耕種技術 所以他的經濟是一個很不錯的馬國文明 那他的馬國是比較特別的 他沒有品種 但是有免費的20%的騎兵血量加成 所以到地龍時代 遊俠可以高達192滴血 非常的多 那他封建時代 輕騎兵 刺猴就有血量上的優勢 但地龍時代沒有大落馬 所以他的血量會稍微遜色一點 法蘭克人後期呢 還是比較常看到遊俠配槍兵 作為後期的決戰主力 但中期呢 也可以看對方轉兵 可以轉火槍或火炮 但是不管地龍時代要打什麼 戰錨啊 或者是 攻兵啊 馬攻 都是比較沒那麼有力的 沒有三攻三防 所以很差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MBL的文明了 MBL文明呢 是保加利亞人 保加利亞人的文明特性呢 是擁有馬凳技術 他是騎兵攻擊速度最快的文明 但是呢 他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保加利亞人 他要多靠自己的兵工廠科技 去點一攻一防 畢竟有這個實務半價的優惠 那保加利亞人呢 他的打法後期還是靠騎兵 有大落馬 但是沒有遊俠 那攻兵路線比較可惜 不能升級 所以封建時代 通常不會看到保加利亞去出攻兵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MBL 這邊地圖看起來還算是有點開闊的 那如果上面的圍好 這塊黃金就舒服了 那前面這塊黃金 如果圍出去的話 還可以 那不管怎麼圍都是需要大圍 才可以圍好 好 右邊這裡圍死 那現在保加利亞人呢 被很多職業選手們 評比為比較 沒那麼好用的文明 那我覺得最主要是因為 他的單位 跟關鍵科技喔 都有點太後期了 雖然馬凳可以很早點下 但是也遭到地龍時代才能用的 而且封建時代不能打工兵的情況 也不能變成工兵轉奴兵 他這個城堡時代節奏就會很差喔 如果不能打工兵配騎士的 強軍式組合一波的時候 往往喔 會被對方節奏給帶走 這個經濟太好的問題 那所以保加利亞人呢 只要經濟一落後 又不能打出工兵配奴兵騎士的 一個前線組合打法的時候 被克制住的情況是很常見的 因為對方只要一出生旅 就可以有效克制他的騎士 或是轉工兵 就可以打贏他的親騎兵喔 那對於保加利亞人來說 進攻選擇喔 在前期來說是壓力比較大的 好 那這裡MBL已經圍好家裡了 右邊沒有直接圍到底 可是選擇了這邊快圍起來 但是這裡有洞 MBL 沒有看到 這個洞 會是伏筆嗎 他留了一個洞 Hera應該是在想 欸這個洞是故意 故意給我進來的嗎 好 Hera走進去之後 猶豫了一下 一般往前走 還是繼續往前走 好 那他進來就會看到 其實裡面已經圍死了 好 那MBL 這邊是22村 才點封建 稍微比較慢上封建時代 村民就意味著比較多 那經濟喔 自然會稍微好一點點 那Hera這邊已經 升到封建時代 工兵已經出門了 好 這裡工兵出門 過來偵查 看到射箭場 這裡射箭場趕快補囉 射箭場 射箭場在哪裡 好 對方為死 為死就斬工兵 Hera這邊的判斷相當正確 好 射箭場補在後方 好 直接關起來嗎 有點難蓋喔 槍兵走進去 同一槍 但是 槍兵倒地 好 再稍微打一下 沒有打算要 讓他繼續在裡面 好 現在毛兵出來 好 逼退這些工兵 MBL 這邊 村民處 是跟對手一樣 但資源已經慢慢開始落後了 Hera這邊的 吃果加速 其實還是不錯的 好 那現在要趕快 欸 這個落馬竟然沒空好 Hera 落馬 被戳掉了 好 後面補了一個 採礦地 好 接下來換右邊進攻了 好 這一波工兵 走過來 但是沒有發現工兵出現在這裡 他以為可能躲在角落邊邊角角的位置嗎 其實沒有 好 兩邊應該要準備直接升城堡 是在跳過封劍 那現在Hera這一把 並沒有去不圍家 而是圍了一個超級大的 好 非常大的大圍 那有時候地形不好的時候 選擇大圍喔 還是比較好 畢竟小圍落洞百出 不如大圍 短痛 長痛不如短痛 快把這個 加給圍好 還是比較重要 雖然經濟會稍微差一些 好 牆壁收掉 工兵過來 MBL家裡 大家會 要考慮走馬功嗎 好 應該是要走馬功了 保加利亞人的馬功 是幾乎全滿的 只沒有這個三級的工兵鎧甲而已 好 保加利亞人在城堡時代 打馬功的優勢 就只有 攻防提升比較快 好 比較便宜 好 150肉 好 100肉才對 好 100肉 加上 50黃金 就可以點下這個 二級色 100金 100肉才對 講錯 黃金沒有折扣 好 點下了 攻行軍 先點下了 3TC 修道院 好 點下了 箭魚了 二級射點下 法蘭克 按了一隻騎士 Hera 這邊也是走了一個經濟流程 3TC 開農 準備要來打大後期 好 右邊城市中心 也補好了 現在 MBL 走馬功 看能不能 給到 Hera H壓力 馬功要先出門嗎 好沒有算出門 好 點掉 戰毛 B 嗚 又抓掉了一隻戰毛 現在 8隻馬功 1隻馬功 找個機會 看能不能潛壓 欸 抓到騎士 這隻騎士 再往上追 就能收掉 欸 不追了 他覺得追這個是浪費時間 好 點下了跟蹤技術 跟品種 反而看到馬功 直接轉了 奴炮出來 好 走進去 上面沒有圍 欸 可以繞 生鋁招響 在串燒 點掉一隻生鋁 但生鋁也招響到了一隻馬功 好 前線第一波交換 馬功的血量有點殘了喔 只剩下190滴 要不要補個修道院 在前線呢 還是直接在家裡產生鋁到前線 好 這隻騎士還沒有被解決掉 現在有點麻煩了 好 但是MBL開始往前 是要來插銀壘嗎 但是沒有石頭 可是好像才剛開始挖而已 好 決定要買 買石頭的方式 買個200石頭 再加個50石物 哇靠 直接買310啊 花了490塊黃金 銀雷直接插在前線 好 HERA直接把TC開在了野外 這個 是不是有點 太那個了呢 完全沒有把MBL的馬功放在眼裡嗎 是要這樣講嗎 但我覺得這也不算是這樣講 畢竟 他也知道 這個馬功 寶達利亞 來插銀壘機率很高 自己被壓制住 對方不來插銀壘 好像哪裡也怪怪的 TC往外 早一點開喔 也不會才把所有的雞蛋 放在同個籃子裡面 所以這一點喔 我覺得不算是 太輕敵了 而是一個 滿好的判斷 趕快去往外發展 可能會更好 畢竟MBL待會進攻的重心位置 本來也是會在這裡 不會去太顧及野外事情 好 HERA這邊 帝王時代 還有10秒鐘 這邊很早就點下了 26分鐘左右 就點帝王了 這就是法蘭克 經濟趁的是超級好 好 帝王時代以上 巨型陶石機 準備好 銀壘就可以拆除了 好 HERA現在是一個 單位做美案 現在就是等巨頭 但是黃金不夠 好 賣了100肉 100石頭 趕快點出第一台巨型陶石機 好 說什麼 MBL 都一定要把這個 承認東西給拿下 陶石車趕快砸 好 現在補下了槍兵的升級 後面補下了 第二個城鎮中心 好 MBL 開始在繞囉 但是好像沒有看到上面這個 TC的樣子啊 喔 這有點尷尬喔 真的沒看到 尷尬了 MBL 視野黑媽媽的一片 欸 但是這邊是剛剛巡弱 是不是有看到 剛剛有經過 但是不確定有沒有看到地基 喔 他的視界 裡面是完全沒有看到的 好 投車兩邊 一款的 Hera順利拿下 好 後面終於找到 這個伐木場 就了幾下 我們看MBL的視角 真的是沒有看到這兩個城鎮中心啊 好 補下了幾個城堡 在這個位置 那法輪克的城堡相當便宜喔 好 投車 躲掉 馬共往前 先點投車 再點盧炮 但是 現在不敢硬點 因為馬共的數量有點少 好 好 這裡看到城鎮中心 MBL應該相當錯了 你怎麼上面有TC 好 那現在這裡有城堡之後 MBL應該也不會輕的過來插鷹壘了 這個壓制非常好 這跟城堡補的正是時候 打空過來 想要抓 但是 城堡會射 他把位置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再更下面一點 還會補高地 好 MBL 彈道學 跟帝王時代 也點了下去了 準備要來轉奇兵 那現在村民來說 是 HERA 暫時領先 MBL並沒有落後太多 而且現在經濟來說是MBL領先喔 這一波銀壘強軍士 確實把自己的經濟 贏過了對手 哇 這個奴炮 串了一下 馬弓血量掉的有點多 好 還是來過來插鷹壘 是HERA 早就有所準備 巨星投死機 開始都根 好 這裡要不要上高地 上個高地看一下 然後串燒 好 閃避 好 往後拉走 現在HERA 哦 小心 這個保家利亞騎兵過來了 直接打掉這台巨星投死機之後 趕快騷擾 少命的村民 HERA在這一波有點難受 好 法輪克人 現在地龍時代 就是打著這麽的憋屈啦 好沒有辦法 法輪克沒有三級射 也沒有三級的弓兵鎧甲 被針對性實在是太高了 真的覺得 未來的法輪克如果有改版的話 至少給他一個弓兵鎧甲吧 有一個三級的弓兵鎧甲 可能戰毛兵使用的效果會更好 不然法輪克人的 後期的 垃圾兵路線 真的是太廢了 哦 工兵路線也真的很爛 好 這邊這邊這邊 有點難受 好 不要 現在 這根殘寶 準備拿殺 現在大局關來看 MBL 有點 這邊 結結敗退 現在要打贏的話 還是要把這兩塊附近給控住 Pera這邊 即時來開這個野礦 讓他訓運續得非常久 好 又再來一波 保加利亞騎兵 再一次嘗試直接手撕 巨型頭十一 好 但這個銀蕾也被打掉了 現在MBL 哦 狀態不在那 爬炮串燒了幾下 但是也抓到了幾隻村民 好 保加利亞人 這邊轉了一些保加利亞騎兵 好 這裡直接用騎兵去守撕 村民 但是 好像被城堡射得有點快 這個城堡已經擊殺了21隻的單位了 好 MBL也補下了拇指環 現在有黃金 快要控不住了 這兩塊金 雖然現在沒人踩 但控制權要怎麼拿回來 對於MBL來說 也很重要 對雙鋒來說 都很重要才對 好 HERA這邊是直接鬼轉的火槍 火槍打馬功 我們怕稍微串燒一下 火槍擊火後面的騎兵 但是火槍數量好像不太夠 上面拉了一頭火槍回來支援 好 火槍兵 成功擋住這一波 好 定下了 安息人戰術 凡人科 這邊是決定要走 炭毛兵配火槍 還有槍兵嗎 看起來是喔 大槍兵也點下了 直接放棄遊俠路線 跟著遊俠太遲黃金 自己的金又被控住 暫時不考慮遊俠 確實是正確的 那MBL這邊反射性的 按了一些槍兵喔 準備來預判 HERA出 遊俠 結果對方沒出 出的是火槍 好 那馬功打火槍是OK的 要正面反打 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那這個組合 非常怕馬功喔 所以現在MBL 只要出馬功就可以壓制 所以MBL 出馬功 HERA這邊 出了火槍跟擊兵之外 還要出戰毛兵才行 戰毛兵要來打 馬功 看戰毛兵只有二級射 跟二級的弓兵鎧 來看一下這個戰毛兵血量掉得很快 雖然傷害有克制效果 但是體質真的是不怎麼樣 好 三級的復兵鎧鎧也點了 現在MBL只要把馬功升級好 這個組合是好破解掉的 好現在有更多的戰毛兵跟槍兵走得出來 HERA走了垃圾大軍 好這裏過來稍微看一下 附近有沒有挖 沒有來挖礦 那現在MBL眼神確認過 你用的是最後的野精在續命的 好MBL重裝馬功 終於升級好 好那現在MBL也可以考慮趕快點大衝車的升級喔 大衝車升級好了之後 就可以吸引到很多垃圾兵的傷害 而且火箱兵的傷害也會被壓制住 所以這邊是可以考慮升級一下大衝車的 大衝車配馬功 後面再配大肉馬 好右邊有點被騷擾到 生活無法治理 村民要趕快 往後逃了 好補了一個銀雷 現在馬功的壓制力非常強大 法克人 真的是打不贏 哇 這個戰毛兵真的是太慘烈了 沒有三級的弓兵鎧甲 遇到馬功 就是最負德訓 被馬功追殺 好 但是 HERA不管 我兵雖然弱 但是我的城堡很便宜 直接蓋在你臉上 好這裡村民趕快點 能不能點掉所有的村民呢 好拉了村民過來 想要處理 但是這根堡才蓋到一半 好像是有機會 可以拿下 好 復兵們 騎兵 3-3來遲 城堡蓋到一半 52% 好 中間的騎兵 都已經被槍兵們戳掉 現在所有的軍力 來到這裡 好這根堡蓋不起來 軍情投資機 中掉 好 成功的把生物打噴了出來 NBL 現在馬功數量 要趕快再續起來才行 好 戴毛兵過來 完全沒有克制效果的感覺 雖然還是會有傷害 但是 並不明顯 好 結果這邊過來蓋寶 直接被銀雷抓了個站著 欸 敲了下去 地基取消 好險有取消到 不然就要損失好幾百石頭 好 HERA這一波想要再過來 嘗試看看嗎 好選擇取消了 還是放棄那一條線路 好後面的銀雷 稍微控圖 銀雷控圖 控的蠻不錯的 好 HERA的黃金 開始想要慢慢奪回來 在後面補了一根城堡 正面的垃圾大軍有點多 好 點下了金冠 協議技術 待會步兵鎧甲一升好 雙手劍兵 直接出場 因為寶加莉亞的步兵是免費升級的 還是只能升級到雙手劍兵 但協議點下去之後呢 近戰防務率 直接加5點了 對 一下呢 防務率是8點 近戰防務8點 好 這裡馬功過來阻止蓋寶 好 這裡馬功抓掉了 大量戰 矛盾槍兵 聰明也全部收光 恩比爾的馬功開始打出了 自己的身價 經濟 開始慢慢 拉回來了 6萬1 HERA現在經濟開始落後 馬功真的太麻煩了 好 但沒關係 HERA現在其實沒有花太多的黃金 黃金省點用 待會用到電王世代後期 等MBL沒黃金之後 自己 就還有黃金可以挖 就可以淹死 MBL了 但MBL這邊又有馬盾 科技 又讓開朗這個大落馬的攻擊速度很快 所以現在 誰輸誰贏 還不好說 好 但這個 協議步兵來得好像有點太慢 城堡蓋好 步兵往裡面送 騎兵往後繞背 這波繞背 能抓到嗎 好像有點困難 好 選擇了再去往後撤 好 正面的火炮過來 騎兵最後還是往前 直接手撕看看 好 右邊這根城堡還是蓋好了 還是左邊這根 好 正面的部分 只拿下一台巨頭 最後都被槍兵給戳掉 現在MBL最大問題是三級的步兵鎧甲 還點不下去 好 這以下九點 九點防護力 現在是一加七 三防再加天真一防 對 這樣是九點沒錯 好 那現在MBL黃金開始不夠了 怎麼辦了 黃金現在到底是要留給雙手煎兵 還是要藏給巨型頭司機 好 這是一大問題 好 MBL點下了三攻 好 現在 法蘭克人 電器開始回穩 反正是MBL黃金已經出現了 的問題 弱馬要趕快轉了 不然會被HERA給消耗完畢 自己花太多黃金 再做交戰 黃金開始有點缺了 好 點下了三級的步兵鎧甲了 好 這邊還是決定 要用 血液劍兵 左邊這塊黃金 想要阻止他開花 馬功過來控除 HERA點下了鏡射孔 好 上方的兩個馬就 想要繼續給壓力 現在HERA這邊控除 控得很好 雖然 終究有幾波波折 但中間這根城堡沒有被拿下 反而還反差了MBL的城堡 現在正面來說的話MBL 機會越來越小 時間拖得越久 對HERA來說勝率就越高 這兩塊黃金 可以讓他踩得很久 好 現在黃金出來 直接 直接用 双手劍兵 逼退回去 火炮也被點掉 馬功在這個時候非常的難纏啊 好強 哇 直接用巨頭砸馬功 更多的洛馬圍了過來 直接收掉三台巨型投資機 搞定了 HERA這邊 全線全送 有馬燈科技 就是交猛 好 那這塊黃金 依舊挖得不是很安寧 現在洛馬開始往HERA家裡送 但城堡依舊沒有解掉關係 去HERA家裡的路徑 洛馬就只剩下少量的幾隻 到處都是HERA的城堡啊 我們來看一下有多少個 哇 八棟城堡啊 那現在MBL 問題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你若是選擇了 雙手劍兵 血液步兵的科技 那你的黃金就要留給他用 要留給工神器的話 需要城堡產巨頭 現在MBL又沒有城堡 所以現在只能轉大衝車了 衝車趕快補一下 好賣了一百石頭 換了一百零五塊黃金 現在石頭相當不值錢 好 換正面 火槍兵 沒有再繼續補 HERA這邊在想 要怎麼終結MBL 而MBL在思考 要怎麼解決掉這些 城堡 然後能把前線城堡搞掉 自己的ROMA 多線騷擾 成功率就會稍微高一些 還有左邊這個城堡也是 所以待會這兩個工程器製造所 也可以按大衝車 好 但是馬功一直被戳掉 哇 馬功數量一少 就要花黃金 去補馬功 這就意味著衝車的數量就少 怎麼辦呢 你在MBL 最大問題是 沒有黃金 OK 肉馬直接硬吃槍兵 槍兵直接戳爛這些肉馬 衝車現在有升級大衝車 但是黃金依舊是很不夠的 好 左車 反客人 HERA又補了一根城堡 哇 現在馬功有點虧不成軍 只剩下10隻 打槍兵還要耗費非常多的手術 去處理這些槍兵的追逐 好麻煩 哇 畫太多的手術在這裡 現在HERA正面開始慢慢的守了下來 好 大衝車準備好 MBL受不了 轉出了戰毛兵 沒黃金 還是得靠戰毛 出來蹭一下場子 好 現在到處都是城堡 城堡應該來到了9棟吧 地圖插滿了城堡 現在要燒囉 也很困難了 好 繼續拉 哦 快跑快跑 槍兵追過來了 好 經過聖物 被打掉 MBL想要阻止 撿聖物 OK 成功阻止掉 但上面還有一隻生鯉 好 結果這個聖物還是被撿走了 HERA 直接拿走MBL的最後的黃金命脈 哇 難道要成功翻盤了嗎 這就是世界冠軍 哇 第10根城堡 確定在這了 HERA真的太扯了 蓋了10棟城堡 10棟城堡 都沒有被拆 欸 到底是 怎麼辦到的呢 好 那HERA 要用終結技了 轉出了重裝騎士 看來要把所有的黃金 溢柱在 遊俠身上 一波帶走 暗靜看到MBL 沒有太多的黃金 可以產出衝車來了 甚至馬功都很難按 果斷轉遊俠 是個不錯的選擇 好 槍兵再去爭取一些時間 遊俠一出關 就是MBL的 投降的時候了 但是會轉遊俠嗎 還是直接打重裝騎士 好 直接打重裝騎士了 可能覺得黃金也不多 用重裝騎士 多個4滴血 好 也算是一種優勢 但是 畢竟保夾略人 是沒有點重裝騎士的 現在要出重裝騎士也不可能 甚至連槍兵 都沒有升級上去 再回到騎士 就會很尷尬了 好 HERA繼續按騎士 現在10根城堡 已經搞定 哇 10根城堡 都是屹立不咬的狀態 NBL覺得自己還沒有輸 但騎士一出來 就知道有沒有輸了 要怎麼打 現階段的部隊 遇到重裝騎士 沒有辦法 完了 看到直接手 往後走了一步 發現不行 走一步不行 要走好幾步 真的扛不住 瑪波趕快過來劫 好 正面的重裝騎士 扛線力量很強 肉麻直接全吃 槍兵帶過來幫忙 輸出一些傷害 好 突破了正面的肉麻防線 開始大砍特砍 後面這一拓槍兵也是直接戳到了 NBL家裡後方的村民 好 但第一波的重裝騎士 已經解除問題 但第二波第三波的重裝騎士呢 而且現在的聖物 一顆都不剩了 每個聖物都被拿走了 現在HERA是五聖路 跳黃金 暗貝爾龍是零聖物 只靠熱身兵打的話 還是有可能會打出法蘭克人的 好 法蘭克人 這邊點一下輕奇兵 這樣說起來 其實法蘭克人的垃圾兵後期 真的是蠻廢的 肉麻不是很強 戰毛兵也很爛 所以法蘭克被評為後期 比較沒黃金的時候 偏爛的文明 打到焦土戰的時候 真的是沒什麼反殺機會 但HERA這一把法蘭克後期打得很好 用了石跟城堡 利用自己的城堡評你的特性 控制住了敵軍的進攻路線 然後前面用垃圾兵先擋住 這個打法確實不錯 可以讓喜歡玩法蘭克的玩家們做一個參考 其實上城堡時代 也不一定要用騎士作為決戰 趕快上城堡 出巨頭 然後用垃圾兵擋一下 好 重重騎士來了 現在肉麻衝我過來 NBL 四處著火 兵好像沒有什麼在控了 戰寶兵被城堡吸引住 肉麻也是 這一波的肉麻加騎士 開始往這裡送進來 NBL轉出了更多的槍兵 三強兵現在這個情況下是有點難打贏的 HERA想要一波帶走 哇 我看是走遠了 聰明處已經布滿一百寸 HERA這時候就還點下遊俠 看來是五勝物給他的勇氣 點遊俠了 遊俠一出來 真的是沒了 但應該撐不到這時候 透明數只剩下87撐 好 NBL沒有辦法 肉麻雖然攻擊速度快 但也沒有大肉麻 升級來不及完成 就沒黃金了 感覺邪步兵 點的 不是很時候啊 但不點又很難打這些垃圾兵 好 NBL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成功 扛住了NBL的銀壘壓制 哇 這一場真是峰迴路轉 還以為NBL的馬弓可以有效 壓制住法蘭克 平常大家都說法蘭克很容易輸給馬弓文明 加利亞也算是半個馬弓文明了 只差一個三級的弓兵鎧甲 但沒想到直接被HERA打到翻盤 直接農到帝王時代打資源消耗戰 那我覺得關鍵還是這個城鎮中心 這兩個城鎮中心讓他成功在野外 獲得了那塊冶金的經濟之後 這兩塊冶金即使不挖 也可以讓他很好的活到帝王時代 這一點是覺得蠻高明的一招 其實在家裡不一定要一直在家裡農 去外面農也是一個很關鍵的技巧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由HERA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所以資源贏了大概2000左右的資源 最後是拿到了5生物 好啦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忙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